OK 中国人用他们的图卖假货 老板的儿子气死了 都是用了他们的照片 都是用了他们的照片 别丢中国人的脸 我奉劝你是卖假货的 别丢中国人的脸 泰国人无法理解 对 全部是他们自己拍的图 还记得我亲自指导的泰格的top品牌 指导这种大牌做设计 老板说他们正在用这种孔雀 就是妞妞姐买的这个王者 在做这个儿环 告诉老板一定要大 你看看下我们不怕重 你说我们有那个法姑 可以直接勾法姑上 不怕重 大 库克有钱哈 妞妞姐到时候买个法姑 带个这个 两边再来个这个 孔雀富贵 女王的项目 这是比较便宜的一种版本 我们不会做这个版本 仪式中的爱马仕的老板说 这个他们的这个形状很好看 开始了 你看 用这种 用这种 他们金匠的蕾丝切割 去做什么 开始做这个 女王上面这种包的形状 美不美 你看正品是多么匠心 怎样去切的 姐妹们 怎样去切的 看到了吗 这两种空虚 美不美 是不是将心 所以老板说 他们真的是太过敌 然后老板说 看到那家的房伙 简直愁死了 气死他们了 看到了 是谁要去做的 要不要 你去看一看 月亮在海上谁 是谁 想月亮在海上 是谁的心 月亮在海上 月亮在海上 是谁的心 我自己只是 有缘少的心 却还不清醒 一定不是我 至少我还能及 可是泪水 就你泪水 你都不相信 好了